我是老衛 今天要來開箱的啊 就是老衛之前上一集有開過那個 就是用抽獎抽模型嘛 就好像之前啊 比較早以前就是每年一度 都會就是有那個卡片可以抽模型 然後有一年呢就是抽這個泰倫3 因為剛好可能就是創鬥第一季出來的時候 然後他抽的就是這個 那其他除了這個系列啊 基本上每一代都是黃金色的 就只有這個泰倫3 他是好像是特殊鍍膜的顏色吧 所以我就覺得說這一款還蠻特別的 就是好不容易借到 因為這個你也知道抽中的比例非常的低 所以能夠有這個模型的機基本上都很少 那因為泰倫3 其實我一直很想開就是HG的模型 但是又覺得HG好像又有一點就是你知道過時了 因為畢竟這個真的是蠻久以前的 你可以看到這邊寫著2015年 你看那個大概創作大概2015年 已經5年了 哇時間過好快 好所以就是不知道這款泰倫3啊 就是普通版本 你那時候有沒有收 我那個時候就是覺得說 哇泰倫3好帥可以合體 然後就覺得說 哇這個真的一開始預購的時候真的是賣翻了 但是後面好像後繼無力吧 後面好像追的人就很少 還是台灣玩模型的人 反正就不是很多 好反正就我覺得這一款的泰倫3比較特殊 因為他後面還有出一款彩透版的 那因為彩透版好像就有錢就買得到嘛對不對 那當然這一款你也是有錢買得到 只是就是相對他比較稀有 我們趕快來開箱看看吧 因為他的封面也蠻像是渾商店那種感覺 是跟一般的那種HG的板件完完全全不是同一個等級的 真的是我覺得這一款真的算是稀有的 嗯真的是不錯 趕快一片一片來看一下吧 他說他的顏色的部分啊 就是泰倫3如果是通販版的話 這個就是一般的那種黃色嘛 但他這邊全部都是給你 哇這是電鍍的香檳精耶 你可以看到這種獅頭 哇真的超帥的 你可以看到說就是他只要是黃色的部件啊 全部都是給你用電鍍的 所以其實抽到真的是算是蠻幸運的 我覺得這一款 好那你可以看到說一般的紅色來講的話 他的紅色比較不像是一般的那種紅 他是比較有點像是特殊鍍膜的那個時候給的那種紅 比較鮮豔的感覺我覺得質感算是非常好 就是你要想就是比較這種漂亮的紅 然後再配這種金色 哇其實真的質感真的好很多 他就只有藍就是藍色然後 但是他藍色的這個部分啊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兩種藍 一個是比較深藍的藍色 那一個就是比較這種比較像是特 就有點像自由的那個特殊鍍膜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說有兩種顏色雖然是蠻接近的 但是你還是可以看到蝎尾的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他最後有一點點這種銀色啦 這種銀色的話就比較像是一般的那種 就是灰銀色的感覺 特效部分的話一樣也是跟泰倫山一樣 就是有這個特效 那基本上因為他只是改色而已 然後最後就是PC件的部分的話也都是透明的 我覺得這個質感真的是好很多 尤其是看到這個金色的金色的這個地方真的是非常開心 說明書部分的話他這邊有少了一個 不知道這邊有打個X 不知道是可能有些沒有吧 之類的 好 那說明書的話還是一樣就是給通販本的說明書 但是就我覺得說今天 因為畢竟HQ的泰倫山現在應該已經沒有人要買了 所以就開一下吧 我覺得當初出來的時候 真的是我覺得那一季最帥的我覺得是這一支 就是因為他畢竟可以分離又可以合體嘛 只是比較可惜就變成說後面就沒有再出什麼 就是比較這種勇者系的這種創鬥感覺 就出了一個那個裙甲很大的那個黃金繩 好 所以我覺得說就是這一款我覺得還 HQ的通販版我覺得其實還蠻值得收的啦 不知道你當初有沒有買 因為我覺得這一款當初應該是超熱的 好啦 那今天就簡短介紹到這邊啦 這一款也買不到啦 好 我們下期待見了 拜拜